左科威总统与帝夫人伊利亚纳人类发展和文化协调部长穆哈吉尔卫生部长布迪和卫生部的副部长戴丁的陪同下访问了茂务市和南亚加达的医疗中心 以了解预防幼儿发育迟缓的相关的情况 左科威此次访问是在幼儿参重月的框架内进行的 以防止发育迟缓 抵达现场之后 左科威了解了医疗中心的健康检查流程 以了解孕妇的健康状况 儿童身高的测量和体重 左科威表示 政府在减少发育迟缓率方面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 并且赞赏医疗中心采取的各种防止发育迟缓的措施 他说幼儿参重月的一系列活动 在全国的33.8万名儿童中是同时的开展 中心采取的 中心采取的 0,1, tapi apapun, kerja keras dan usaha yang telah dilakukan oleh daerah, oleh Posyando harus kita hargai. Stunting ini kan tidak hanya urusan makanan, tambahan urusan gisi, juga menyangkut sanitasi lingkungan dari kampung, lingkungan dari RT juga berpengaruh sekali terhadap masalah air 也有很重的影響 所以这些是专业的专业 专业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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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lajahi 更新的知识 订阅 MetroTV X10 现在